- 夏如芝,2020年和男性章杰结婚,夫妻两婚后迎来一个宝贝女儿,夏如芝常常在社群平台和大家分享和爱女相处的生活点滴,最近她在IG晒出一段家里见识器的影片。 从她分享的影片中可以看见,她故意在女儿面前忽然大叫一声假装晕倒在床上,但是这个举动却把两岁多的女儿吓坏了,后来甚至大叫要妈妈赶快起来。 夏如芝发文表示般想测试女儿,如果看到妈妈昏倒会怎样,但是女儿的反应让她吓到直呼妈妈以后绝对不会再这样吓你了,不少妈妈网友看到影片后纷纷劝她以后不要这样做,因为会让小孩有阴影。 她后来在留言区补充表示她有和女儿说对不起,并答应对方妈妈绝对不会再做这样的事了。